所有的安苗其實都會越來越依賴啦 就是只有史蒂諾斯而已 門診當中有一些病人 使用史蒂諾斯到超誇張的情形嗎 其實不少耶 我們叫高功能的患者啦 就是他工作很好 上班族 看起來是很體面啊 業務也做得很好啊 但慢慢他 他一有壓力就吃藥 甚至他後來發現 他連白天都把他拿來當鎮定機吃 不會想 不會在辦公室睡著嗎 不會 他們已經吃到沒有骨感了 他會跟我說 吃了以後有一種世界很安靜 然後他很平靜的感覺 所以他越來越去追這個藥 甚至需要去騙人家健保卡 家人的健保卡 騙醫生 然後編很多的理由去得到這個藥物 所以他可能拿著老婆的健保卡來 媽媽的健保卡來 然後告訴你說我媽也失眠 我老婆也失眠 他已經不會找我了 因為我知道那個狀況 你不會開給他 去找其他醫師 對 他可以在不同的診所 用不同的故事去講 然後後來其實是適到影響他的工作 他要騙很多的人 而且食育卧師 他慢慢要去用黑市去買 很貴嘛 一顆可以到八十塊 所以他 一天要吃三十幾顆喔 到他越來越吃得重 幾顆幾顆 三十幾 三十幾顆 他對大腦就有很明顯的影響 所以他開始會講話 你會覺得有點鈍 然後他做業務的怎麼可以有點鈍 所以慢慢工作也受影響 然後家庭生活 因為家人都知道他在用藥 對 大家都勸他不要用 但成癮就是這樣 他自己也知道不要用 但他受不了 他克制不了 因為成癮是個腦部的病 現在因為健保太方便了 很多人就來 就覺得我老大我出錢啊 我就要健保費 他要什麼就要什麼 不給他 成癮的病人更是 他可以在診間外面大喉 說你的醫生沒有醫療 我要開藥 為什麼不開藥 這個好事情喔 都很掉的 那個快感會讓人上癮耶 沒錯啊 就是你 你這樣好像病了 哈哈哈哈 他們也是這樣跟我說 他很需要那個突然 吃了以後 突然那種安靜的感覺 突然腦袋會挺 不會那麼複雜的感覺 但如果有這種感覺 就要小心 吃了